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開架打亮 那這些呢都是我在試用過一輪 就是各品牌的打亮之後呢 選出來的7塊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那這7塊呢 有6塊都是在包牙買的 只有一塊是在虛城市來康氏眉,我忘了反正就是 對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繼續開啥囉 那第一顆呢是 小女友推薦給我的Essence的柔光幻眼打亮餅 那這一顆呢它的光澤是屬於斷帶般的光澤感 是可以讓皮膚出現那種很平面的均勻反光效果 可是它又不像鏡面光來的那麼折射那麼強 是比較柔和的光澤 而且它透出來的光澤感是銀白色 那大家不要聽到銀白色會嚇到 我跟你說 如果你薄薄擦這種銀白色的打亮餅呢 你就會看到它在你臉上好像 彷彿上過那個叫什麼素顏霜啊 或是潤色乳啊那種很自然透亮的效果 非常的好看 那它的粉質細膩度如果是5顆星的話 我可以給它4顆星 因為呢一定要粉夠細 然後還有那個那個叫什麼顆粒夠小 還有亮粉亮片那些都要夠細緻 才可以薄薄的上臉 光澤度的話呢如果是5顆星我會給它3顆星 因為呢它本身就像我講的嘛 斷帶般的光澤 所以它的光澤就是比較自然的 那如果你想要疊得很兇猛 有那種歐美超亮的那種光澤感 它可以堆疊到4顆星 對就是你在狂擦萌擦 欸可以擦到4顆星 但是你要爆炸閃閃到月球去的那種 不會 它就是屬於比較柔和派的 跟我一樣 下面這一顆呢 它就是在寶雅的有一區就是那種 各種雜牌區域 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的那種區域 找到的 我發現它粉質蠻好的 而且它好像是台灣品牌 它的名字叫什麼 夢境下午茶 我的顏色是黃金萌布朗 是一塊就是暖色系 黃肌可以用的 它還有另外一塊是粉紅色的 也就是忍肌可以用 另外呢它的妝效也是 嗯 斷面光 可是它又比斷面光的那個反光效果更強烈 所以有一點偏小金屬的感覺 那它裡面有一些小亮片小亮粉 但是夠小 然後粉質夠細 以及它這個亮片亮粉的那個 濃度夠高 所以它擦出來的時候呢 並不會有明顯的顆粒感 我覺得這是OK的 然後非常自然 因為它是比較偏香檳 可是在銀白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麼黃啦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白的肌膚 然後擦這塊也不會有違和感 因為像我之前不是有推薦一顆叫做 ZA的什麼六月新娘喔 那一顆呢它就是光澤感是整個金黃色的 所以有一些太白的人不能用 那這顆的話它是白肌可以用 粉質細膩度的話我可以給它三顆星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一些小亮片小亮粉在裡面嘛 但是呢那個亮粉是有質感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它的光澤感呢也一樣是三顆星 可以堆疊到四顆星 也就是可以疊到對面的阿姨 看得到你的打亮 但是如果你要蛇射到那個月球 就沒有那麼亮 所以大概有懂那個意思齁 那這一顆它擦出來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使臉上的那種肌膚不平滑的 內包型粉刺變得稍微有一點明顯 也許是因為它本身的反光折射稍微偏亮一點 所以呢你就會看得到一顆顆的感覺 但是咧我有發現它擦在細紋上面 如果你是薄薄擦的話 它不會讓細紋變得明顯 除非你厚厚擦才會有細紋 所以我覺得斟酌使用的話呢 這一顆還是可以把它用得非常的無瑕 下面這一盤也是essence的 那這個是在寶牙買的 我覺得這一盤還蠻值得購入的 如果你是喜歡那個光澤感比較強烈的人 可以看一下 好 首先打開來可以看到它一個很大的鏡子 而且這個鏡子是好的鏡子 就是不會讓臉變形的鏡子 再來第二點它裡面有三個顏色 有香檳色還有這個粉膚色 以及中間有一個古銅柄 而且你看它這個刻數有多大顆 這個就是可以當船家寶的一個大量 這麼大顆又三個顏色要用到民國幾年啊 這個它的妝效本身是金屬光感的 所以也就是說它裡面有亮片亮粉的質地在裡面 然後它的光澤是很強烈的 可以折射到衛星 還沒有到月球 所以這個香檳色呢 它折射出來的顏色是比較偏香檳色 看得出黃色掉在裡面 但是它又沒有像金黃色那麼的強烈 所以如果是白皙肌的話 使用它也算是OKOK 勉強OK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粉膚色 它透出來的光澤感就是 銀白色的光澤 那粉質細膩度的話呢 以它是一個開架 相對來說便宜到炸 在外加呢它是金屬光澤的一個大量 我可以給它3.25顆星 給它3.5我覺得太高 給它3分我覺得太低 所以我就再給它一半3.25分 那也因為它是金屬光澤 有亮片亮粉的關係 所以呢 它會有一點點顯毛孔和顯細紋 那這個就是那種金屬打亮 無法避免的缺點 所以如果你是大毛孔的人 就不要去選擇它 皮膚極度乾燥的人 也不要選擇這一種的 可以去選擇斷面光澤的 再來又是Essence 它最近好像推出很多打亮盤 然後是新推出的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好用真跟大家分享 那我有發現確實是還不錯用 所以就跟你們講啦 那這一盤呢它叫做 魔幻水晶定製夾彩盤 你可以看到裡面又有一個很完整的鏡子 不會讓臉變形 不是哈哈鏡 另外呢它其實打亮的部分 只有兩顆 但是真的可以好好使用在臉上的打亮 只有一顆 就是這顆 這顆這顆 香檳色的 那這兩個呢 就是可以當作腮紅白色的 它裡面有無數大亮片 所以它完全不適合拿來打臉 你要打臉 你要打身體 讓身體 bling bling的那種可以 但是這個打臉你會死掉 不管你今天膚質有多好 你這個東西 一用到臉上 立刻就變成十塊錢的妝 好那唯一可以使用的這一顆香檳色的呢 我覺得它的妝效有一點點偏向那個 ZA的六月新娘 可是它的光澤又比六月新娘再亮一些 就透出來的是金黃色的折射光澤 然後咧 它有點像那個玻璃質的感覺 就是透透的 不是那種很紮實的金黃色 直接在你臉上黏上去的感覺 它的粉質細膩度我可以給它 對 它粉質細膩度蠻高的 就擦在臉上也不會讓臉 有廉價的感覺 而且不會卡粉 也不會有它有金屬光 可是又不會讓金屬光的那種顆粒感出現在臉上 我覺得這算是它很厲害的地方 那它的光澤感呢 我覺得就是三疊五 然後你可以再稍微疊高到四顆星 但是你要疊的話 就是這樣插一條插一條 很紮實的插一條顏色上去 才會到死 不然就是三點五 那雖然它是金屬光澤 可是它上臉之後 不太會出現那種 小粉刺的 就是讓小粉刺明顯 然後也不太會讓那個細紋變得明顯 所以我覺得這一顆 蠻厲害的 它幹嘛不獨立出來咧 為什麼要包在這裡面咧 因為像我的話 旁邊這三顆 我很難用到欸 Tris的礦物光燦打亮冰 這一顆還 就是好多以前 好多以前 好多以前是什麼 好幾年前 就有人講過了 但是 我有沒有講過 其實我有點不記得 對不起 它擦在手上的時候 就是有亮粉感 我本來以為擦在臉上會很醜 結果殊不知 殊不知 我拿刷子擦在臉上之後 發現它的光澤很美 這種絨面光 所謂的絨面光 所謂的絨面光 就是說你拿那種絨布 有沒有 你會看到 在光折射 就是光打下去的情況下 銀面光的地方 會有一點 霧霧的光澤 跑出來 它就是這種光澤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它擦在手上 完全不是這種感覺 它擦在手上 然後你就會看到 喔 有亮粉 還想說 喔 又是一個金屬大亮 沒有 它竟然是絨面光欸 讓我覺得好特別喔 那所以薄薄擦的時候 它會讓粉底 看起來有一種 呃 粉底液 模擬粉底液的光澤感 那 這一塊就 非常非常適合 你平常是用粉餅上妝的人 或者是你只能用那種 超控油的 霧面粉底液上妝的人 可是你又想要有一個 呃 粉底液 光澤感的效果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創造出來 那粉質細膩度 我可以給它四顆星 因為它真的是 上到臉上的那個光澤感 和 呃 這個粉呢 都不會卡粉 也不會有顆粒感 也不會結塊 所以那個細膩度真的是絕對夠的 那它的光澤感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是熔面光 所以它出來的光澤就是那種 呃 五顆星嘛 兩顆星 就這麼低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厚厚的擦 它就會從兩顆星變到三顆星 所以咧 它不太會顯臉上的那個 內包粉刺的一個顆粒感 也不會特別顯細紋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它 長紅的原因 下面一顆是 1028 好 1028 這顆打亮叫做 嗯 酒藥閃閃打亮盤 那我選的顏色是銀白金 它有另外一個顏色是粉膚色的 適合冷色機可以使用的 那這顆就是黃機可用的 這粉是香檳色 但是透出來的光也是銀白色 我覺得這個就是厲害的點啦 因為銀白色跟這個香檳色 它兩個顏色其實是對比的 因為一個是冷色調一個是暖色調嘛 它要如何把它調配到這樣子折射出來 不會有廉價感 這是一個厲害的點 這一顆的妝效我本來是上在手上的時候 以為 又是金屬光 又有亮片亮粉了 結果呢我用在臉上的時候發現 欸 不是喔 畫出來的光澤就是 消光的那種金屬光感 記得 不是那種金屬光 餅餅餅亮七八糟的那種 是 消光的 金屬光 不一樣 所以它畫出來也是平面光澤 可是 消光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我覺得很特別欸 因為它畫在手上跟臉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欸 再來就是說它粉質的細膩度的話 我給它2.5顆星 因為我有發現 它不能薄薄擦 它不可以薄薄擦 它一定要就是擦到一定的厚度 它才會有一個平面的消光感 如果太薄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顆一顆的亮粉感 光澤度呢就是2顆星到3.5顆星都可以 也就是2顆星是普通擦 你就是一個消光的金屬光澤 那如果你是直接這樣抹一到兩到的話 它可以到3.5顆星 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 擦出來的時候會有一點點顯毛孔的顆粒 但是就是 一點點 那顯細紋的話呢也是一點點 來到最後一顆了 Catrice的大理石炫彩打亮餅 這一顆呢其實800萬年前就有人介紹過 但是我覺得 我不管 我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聽過 我還想再講一遍 因為我覺得這一顆它的光澤真的很好看 那這一顆它的光澤很特別 它一樣是消光感的 可是呢 它 嚴格上來說 它應該叫做貝殼光澤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襯衫有沒有 會反光 就是它就跟那種會反光的襯衫是一樣的 貝殼光澤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是 銀白色的粉外加一個藍紫色的粉在裡面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偏光的折射效果 再來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真的很特別 就是在它 你擦上它之後呢 如果你的光沒有照過來的話 它就是一個透透的感覺 可是 它有一點點藍紫色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打在一個蠟黃處的地方 它會修正蠟黃的顏色 但如果呢 你突然銀面光了 它會反出來一個藍紫色的光澤 但是那個藍紫色不是很囂張的藍 它的粉質細膩度呢 我可以給它四顆星 因為它本身的裡面呢 它就是一個珠光貝殼光 它沒有大亮片也沒有亮粉在裡面 所以它透出來的那個光澤 反射出來的光澤 就是相當平面而且柔和的 細膩的光澤感 以一個這一顆 就是很便宜的價格 買到這樣這麼大顆 就是這個 我覺得非常值得 再來就是它的光澤度 就像我剛才講的吧 背殼光低調 所以它的五顆星的話 只有1.5顆星 就是非常柔弱的光感 那它怎麼疊都疊不上去 它就是很微弱的光澤 它不太會顯紋路貓孔 這些都不會顯 它簡直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用 而且萬用的一個打亮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如果你還有什麼樣子的打亮 想要推薦給我的話 阿是開架的齁 就可以在樓下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以及留言跟我講 我才會持續的去關注 就是 開架的品牌 以及 常常下去逛街 因為其實我老實跟你們說啦 我沒有很愛逛街 我很懶惰 我現在真的很懶得出門 所以除非今天有人就是 逼迫我出門 就像比如說 我現在為了要去搜尋這些打亮產品 我出門了 我就會 就是有一個動力出門 不然我真的是 難在網路上解決的 就是盡量在網路上解決 對不起 我就是一個這麼懶惰的人 但並不代表說 我是為了拍影片 而去就是 硬買這些東西 我再次強調 我買東西都是我試用過 我喜歡 我才會購買 所以我也 常常的去跟你們宣導說 請你們去使用 再去購買 對 所以我為了去尋找 我喜歡的打亮 以及我覺得值得分享的東西 我還是會出門 然後去 試用它們 真的覺得OK 在購買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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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